美国华人女性法律史展览上陈列出多起在美国发生的华裔案件 有的触目惊心 有的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对此邱章博士强调 此举是为了普及美国华裔的女性权益 我希望所有的女性她看完了这个展览以后 也会觉得有为者亦弱势 因为你不需要我们这里边的故事 每一个女孩子开始的时候都是很卑微的 都是穷人家的小孩 几乎没有有钱人家的小孩 那个有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 我没有放她进去 因为我希望让更多的人有inspiration 我也很高兴能够在Kell State展出 因为这家Kell State在Monterey Park的 是加州州立大学系统里面 家里的小孩第一个上大学最多的学校 所以这就跟你代表说它是脱贫的一个地方 它就很值得敬佩 So as the dean of the library I think one of the opportunities that I have is to increase awareness ensure that discussions that are happening across the campus with our students with our faculty is an informed discussion 不同于展览在美国西海岸收获多所学校欢迎 不同于展览在美国西海岸收获多所学校欢迎 美国的西部都接受我们甚至南部都接受 可是美国的东部像哈佛耶鲁都不肯 都不肯 就是他们的排斥的方式 第一个根本就不回答你 第二个就说 我们这里还没有Chinatown啊 我们没有Chinatown怎么展呢 可是他们没有了解说 这是一件影响全美国的事情 不是只有Chinatown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还需要努力 我愿意继续在这些会议会 如果这些展览能够发展更多的会议会 那是一种成功的 但是这些会需要谈论 而不仅仅在这些展览中的会议会 活动同时吸引到 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教育组组长李正汉 影视红星张立民等人前来支持 且根据记者现场观察 展出内容还包含超过十起历史性大案 包含1874年臭名昭著的冤案 22个淫荡的中国女性案 以及2014年的陈霞芬被诬告为中国间谍案等 整个活动将传递出华裔女性优异的正能量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